诸神精神病院 宽敞整洁的院子中 尼克斯抱着花瓶 正坐在摇椅上发呆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少年 穿过廊道 带着几瓶药 走到了他的身边 你来看我了 达纳都斯 我的孩子 尼克斯转头看向林七叶 嘴角绽放出笑容 林七叶在他身旁坐下 嗯了一声 该吃药了 他将瓶中的药倒出 仔细地分成一小堆一小堆 放在尼克斯的手上 乖 先买药吃了 尼克斯没有犹豫 将手中的药一口吞下 然后注视着林七叶 眼中满是慈爱 达纳都斯 你似乎有心事 林七叶一正 他没想到尼克斯这个精神病人 竟然能一眼看穿他的状态 犹豫片刻之后 他点了点头 算是吧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很遗憾 这个事情你帮不了我 林七叶摇头 自己离家出走 独自心伤这种事 怎么可能是 外人能帮的了呢 尼克斯有些沮丧 紧接着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既然这样 达纳都斯 我送给你一个礼物 礼物 林七叶一愣 对 我把我的手镯送给你 以后你就把它戴在身边 就能 尼克斯伸手在自己手腕上摸了摸 又摸了摸 他低头看着自己光秃秃的手腕 哪里还有手镯 我的手镯 我的手镯呢 林七叶 果然 尼克斯病得不轻啊 尼克斯歪着脑袋 皱着眉头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就在林七叶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尼克斯突然开口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什么了 我的手镯被人引走了 引走了 林七叶一愣 想了想 似乎没在哪个神话里 看到过手镯的故事 是哪位神引走的 不是神 尼克斯摇头 指了指林七叶 他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 也是你的孩子 林七叶试图以尼克斯的思路 来思考问题 不是 他和你一样 也穿着这件白色的衣服 林七叶的瞳孔收缩 眉头紧紧皱起 你是说 在我之前 还有人穿着这件衣服 进入你的房间 引走了你的手镯 尼克斯点头 林七叶的表情 逐渐严肃起来 无意之间 他竟然从尼克斯的口中 得到了如此重要的信息 从他的表述来看 在自己敲开 这座精神病院大门 放出尼克斯之前 应该还有一个人来过这里 而且也打开了 尼克斯的那扇门 自己 并不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可这病院 明明就在自己的脑海里 怎么会有别人进来 林七叶突然想到 自己第一次做 关于敲精神病院大门的梦 是在五年之前 五年前 他就这么突兀的 神秘的 来到了自己的梦境 难道说 在五年前 自己梦到病院之前 这里还有别人存在 想到这 林七叶立马坐了回去 郑重地开口 他是怎么把你的手镯 引走的 尼克斯回忆了一会 开口道 他说 他要和我比赛 如果我赢了 他就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如果我输了 就要把我的手镯给他 你们比了什么 尼克斯的嘴中 缓缓吐出两个字 造物 造物 最后你输了 这怎么可能 林七叶眼中满是惊讶 你可是黑夜女神 创造世界的五位神明之一 你怎么可能输给别人 我不知道 但我确实输了 尼克斯摇头 你还记得他的样貌吗 记得 他当时好像只有十二三岁 黑色的长头发 很漂亮 这里还有个奇怪的图案 尼克斯指了指手背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在造物上赢了你 林七叶眼珠子 都要瞪掉了 就算你现在神格受损 也不太可能吧 尼克斯坐在那 似乎又陷入了回忆 林七叶平复了一下心情 继续问道 关于他 你还记得什么 名字呢 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好像姓 尼克斯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即 林七叶念叨着这个字 最后 我回到房间之前 他往那里走了 尼克斯想了一会 伸手指向三楼的某个房间 我知道了 你好好休息 林七叶抬头看了眼房间 嘱咐了一句 转身就往楼道跑去 片刻之后 林七叶来到了 尼克斯所指的房间前 在门牌上 写着三个大字 院长是 林七叶的眉头微皱 推门入 门后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办公室 看起来有些杂乱 他之前就进过这个房间 这件白大褂 也是在里面的衣架上拿的 可是之前 进来的时候 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既然尼克斯说 那个女孩当时走进了这个房间 那很有可能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这次 他要将这里彻底搜索一番 他没有选择翻箱倒柜 而是原地坐下 缓缓闭上了双眼 凭借赤天使给他的神须 他能轻松地感知 这个房间内的一切物品 比翻箱倒柜的找高校太多了 几秒后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站起身 走到办公桌旁 伸手在最后一个抽屉的夹层摸索了一番 掏出一封有些泛黄的杏纸 果然有 零七叶飞速地拆开信封 取出信纸 表情突然有些古怪 这个字 好像有点丑啊 歪歪扭扭地 跟小学生刚学写字一样 至某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知道 你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当你找到这封信的时候 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年 别笑我现在的字不好看 毕竟我还小 等我长大了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 强行把属于你的病院 在我这里扣留了一段时间 不过看在现在 已经物归原主的份上 就不要怪我了 吐蛇涂鸦 还有 我从你的几个病人 那里借了点东西 等我再次找到你的时候 会还给你的 放心 最后再提醒你一下 这个办公室的底下 还有一块地方哦 等我长大 我会来找你的 陌生人 毕竟你是我回家的希望 拜拜 纪念 零七叶将手中的信纸放下 表情有些古怪 他原以为这封信里 藏着这座病院的秘密 或者是某个神秘强者的留言 或者会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该死的小学六年级作文 及时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这座病院的上一位院长 真的是一个小女孩 没道理啊 什么小女孩 能在造物上 赢了黑夜女神 从这封莫名其妙的信里 林七叶能得到的信息不多 在他之前 这座病院曾在另一个女孩的手里 而且还拿走了一些病人的东西 想到这 林七叶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信里 他说的是几个病人 也就是说 除了尼克斯 他还打开过其他几个神明的病房 甚至同样用比赛的方式 各引走了他们的一件物品 这是什么妖念 不过 他说这个办公室的底下有东西 林七叶蹲下身 用精神仔细地向地板下探测去 在即将抵达20米边境线时 似乎真的碰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房里还有机关 林七叶抬起头 看向办公室后面的那面墙壁 在他的感知中 这面墙的后面是一条隐秘的通道 而打开这面墙的方法 林七叶细细感知了一会 站起身 走到角落的书架旁 伸手在某个暗格上轻轻一按 紧接着 办公室后面的墙壁 便向两侧徐徐打开 露出一条黑洞洞的通道 林七叶没有犹豫 沿着这条通道向下走去 这条通道很长 很深 林七叶走了许久 才走到尽头 当他打开尽头的那扇门之后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在他的眼前 是一条昏暗 潮湿的走道 而走道的两边 则遍布着阴暗的牢房 没错 牢房 和上面病洞里的六个病房不同 呈现在林七叶眼前的 是真正只存在于监狱中的牢房 而牢房的铁门上 同样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 不知是用来干嘛的 林七叶顺着走道向前 精神力时刻警戒着四周 在这座本就充满了 神秘的诸神病院底部 还藏着两排诡异的牢房 一看就知道不是善地 奇怪的是 两侧的牢房都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难道这里只是个废弃的牢房 林七叶嘀咕了一句 继续向前走动 很快 他就走到了尽头 然而 当他的目光落在 尽头的第一间牢房时 瞳孔骤然收缩 只见在那牢房的角落里 蹲着一个魁梧的身影 他似乎是听见了 林七叶的脚步声 僵硬地转过头 露出一张苍白 且猙獰的鬼脸 鬼灭王 林七叶看到这熟悉的身影 眼中爆发出浓烈的杀意 整个人警惕地后退半步 鬼灭王如同一只野兽 嘶吼着猛地朝林七叶冲去 但却在接触到牢房围栏的瞬间 被一股无形距离弹飞 撞在了后方的围墙之上 林七叶眉头紧紧皱起 鬼灭王不是被他杀了吗 脸都剁成了十八块 死得不能再透了 尸体也应该被守夜人带走了才对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林七叶疑惑的时候 熟悉的面板再度浮现在他的眼前 罪人 鬼灭王 抉择 作为被你亲手杀死的神话生物 你拥有决定他灵魂命运的权利 选择一 直接磨灭他的灵魂 令其彻底泯灭于世间 选择二 让他对你的恐惧值达到六十 可将其聘用为病院护工 照顾病人的同时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你提供保护 当前恐惧值 一 看完这段话 林七叶总算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么看来 这座精神病院 除了关押在一起的六位神秘病人之外 还具备将自身亲手杀死的神话生物 转变为护工的能力 也就是说 以后自己每次杀死一只神话生物 都有机会将其转变为护工 那这里的神话生物 包不包括古老的神明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以后我杀了一位真正的神明 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给自己打工 想到这 林七叶的心脏越跳越快 好好好 你很强 如果让你来当我的护工 想必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鬼灭王听到这句话 逐渐安静了下来 林七叶缓缓伸出手 似乎是想触摸一下鬼灭王的鬼脸 鬼灭王的眼中浮现出杀意 但生存的本能又将其强行按捺住 他在出现于这里之后 就知道了自己的两种命运 也知道 自己的命运 就掌握在眼前这只蝼蚁的手里 他不想彻底的泯灭于世间 所以 他只能选择沉浮 他低着头 安静的像是只狗 林七叶的手掌 碰到了他的鬼脸 轻轻摩擦起来 你杀了很多人 没关系 我和他们不熟 这不妨碍 我聘用你 林七叶的眼睛眯起 眸中闪烁着寒光 可惜 你杀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突然 林七叶的手开始发力 剑 鬼灭王的鬼脸 剧烈扭曲起来 尖锐的哀鸣 回荡在整个牢房 他拼命地挥动四肢 想从林七叶的手中逃出 可惜 他做不到 这里 是林七叶的病院 他是这里的院长 他想让他死 他不得不死 林七叶眼中的寒芒暴闪 在凄厉的叫声中 鬼灭王就像是一只气球 急速膨胀 然后 轰然爆开 鲜血与碎肉 沾满了整个牢房 却又飞快被墙壁和地面吞噬 不过几秒钟的功夫 一只穿进的神话生物 就完全消失 这座牢房 就像是一只活的 会吃人的野兽 林七叶的白大褂 同样沾满鲜血 他望着空荡荡的牢房 面无表情地开口 你很强 但很可惜 我的病院 不欢迎你 说完 他转过身 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 一步步地朝外走去 昏暗的走廊中 沾染在白大褂的鲜血 也在飞速地渗入 消失 像是一只吃人的怪物 叮咚 欢迎光临 清脆悦耳的电子音响起 林七叶推开事务所的大门 走了进去 刚进门 他就愣在了原地 只见事务所的店面的沙发上 正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奶奶 一手拄着拐杖 一手扶着老花镜 正手舞足蹈地描述着什么 啊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老爸 他平似不似这个样子的 以前他跟我出去的伺候啊 他都会拉着欧低手 生怕欧出现什么意外 从上周开始 他就扒这个样子来 他呀 肯定寺外面有别的女愣来 在他的对面 红阴正拖着腮帮子 聚精会神地听着 时不时还惊讶地回答 啊 他真的这么过分啊 嗯嗯 我觉得奶奶您说得对 好过分啊他 放心吧 这件事 我们事务所管定了 在他的旁边 温其末也一本正经地坐在那 保持着如沐春风的笑容 我觉得 奶奶您说得对 我觉得 红阴你说得对 对 我觉得你们说得都对 见林七叶茫然地站在门口 温其末给了他一个眼神 站起身跟着林七叶 走到了店面后 红阴还坐在那 兴致勃勃地和老奶奶聊天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进入地下室的楼道中 林七叶终于忍不住问道 嗯 正常的工作啊 我以为这上面的店面 只是个伪装 居然真的有生意 七叶啊 你还是不够了解啊 温其末拍了拍他的肩膀 苍南这座城市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神秘事件确实会发生 但一年里 也就那么五六次 你说我们这群人在这 平时没神秘事件处理的时候 除了训练就是聊天吹牛 得多无聊 所以 你们还拓展了帮人调查婚外情的业务 林七叶的表情十分古怪 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奶奶 老人家今年六十了 你看啊 平时接一些不痛不痒的小委托 既能找点事做 又能赚点外快 多好 这样 林七叶若有所思 那除了调查婚外情 咱还有什么别的业务吗 有 业务范围很广 非常广 温其末的眼睛亮了起来 帮人家就上了书的小猫小狗 上门给初中以下的小朋友补习 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顺手解救被拐卖的孩童 有时还蒙着面 去制服抢银行的歹徒 等等 这业务范围广得有些过头了吧 林七叶瞪大了眼睛 救援 教育 法律 两性关系 连警察的活你们都抢着干 常规操作 我突然有些好奇 你们之中谁会法律 冷轩 他在加入守夜人之前 是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林七叶 两人走到地下活动空间 温其末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了 队长说等你来了 去练无常找他 在哪 前面的走廊 一直走到头 好 林七叶穿过活动室 顺着走廊 一路向前 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注意 直到这时 林七叶才意识到 这片地下空间 究竟有多大 一条条长廊 一间间神秘的屋子 林七叶粗略地 估计了一下 这片空间的大小 绝对有两条街道那么宽 终于 林七叶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面前是一扇大铁门 林七叶推门入 里面是一大片空阔明亮的练武场 至少有三个足球场大小 他们 是把整个运河底部给挖通了吗 林七叶喃喃自语 见林七叶来了 练武场中央打坐冥想的陈木叶睁开眼 对着他招了招手 队长 嗯 感觉这里怎么样 感觉 反差有点大 林七叶如实说道 明明上面只是一间不起眼的小门面 下面却有这么大一片空间 感觉跟科幻电影一样 陈木叶微微点头 这里 是数十年之前 一个拥有土系特性的 禁需拥有者建造的 所以 这么大的工程 完全没有惊动地面 原来如此 对了 你加入守夜人的一些文件 都已经到了 收在档案馆里 你要是想看的话 自己去拿 陈木叶顿了顿 不过 你的配刀 斗篷和文章 都要等到进入集训之后 才统一发放 这段时间 你先用这柄刀吧 陈木叶将身后的一柄 直刀递给林七叶 林七叶接过 打量了一番 在刀柄之下 看到了三个小子 赵空城 这是 林七叶错愕的抬头 老赵的刀 陈木叶平静说道 你是他选择的孩子 他战死了 他的刀就交给你保管吧 林七叶沉默片刻 默默握紧了手中的刀柄 好 随即 他又疑惑地问道 不过 不是说 我现在只是临时队员吗 为什么需要配刀 距离开始集训 还有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不能白费 我们要教你一些东西 陈木也缓缓站起 看着林七叶 继继续说道 毕竟是要加入我们136小队的队员 在集训里的表现不好的话 容易给我们丢人 林七叶 不知为何 林七叶突然有一种 因为成绩不好 被家里长辈强行送去补习班的感觉 也好 那我该怎么练 林七叶没有犹豫 毕竟就算陈木也不主动提出来 他也会主动找他 请他教自己战斗的 命 是自己的 这时候偷懒 就是慢性死亡 上午和我练刀 下午和温奇墨学尽需使用 晚上和冷轩学枪 陈木也从一旁的武器架上 取下两柄竹刀 握在手中 把刀捡起来 我们要开始了 林七叶看了眼自己身旁的直刀 错愕开口 队长 我这柄是真刀 无所谓 陈木也面无表情地提着双刀 朝林七叶走来 反正 结果是一样的 不知为何 林七叶的心中一紧 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捡起地上的直刀 把刀出鞘 深吸一口气 队长 我要上了 陈木也点点头 来吧 上吧 林七叶的目光一凝 他握紧刀柄 整个人飞快地朝陈木也奔去 三秒后 他的惨叫声 在整个地下室回荡 下午 温奇墨正百无聊赖地 坐在禁须实验场上 看了眼时间 这小子 怎么还不来 话音刚落 一个身影就缓缓推开门 像是僵尸般 朝着他挪动 卧槽 温奇墨见到来人 惊呼出声 七叶 你 你这是 鼻青脸肿的林七叶摆了摆手 正欲说些什么 脚下一个亮枪 险些栽倒在地 温奇墨连忙上前扶住他 跟队长对练了 对 嗯 看来你天赋还行 林七叶盯着他的眼睛 你管这叫还行 当年我第一次跟队长 对练的时候 被打得在练武场趴了一天一夜才缓过来 温奇墨叹了口气 能在近身站上和队长勉强一站的 现在只有红鹰了 我听说赵空诚是近战大师 他也不行吗 温奇墨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他和队长那不叫勉强一站 那叫平分秋色 当然 是在双方都不使用禁虚的前提下 好吧 林七叶忍着肢体的疼痛 勉强站起身 如果把他的衣服撩起来的话 会发现 他的身上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沉默也的刀 太快 太重 太狠啊 而且 他似乎并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放心吧 一会去找小男治疗一下 明天早上又能去挨揍了 温奇墨安慰道 林七叶 现在 开始上课 温奇墨清了清嗓子 林七叶站直了身体 首先 我们从禁虚是什么开始讲起 这个 赵空城之前跟我说过了 那好 那我们来说说神虚 这个也说过了 行 那我们来说说 由物体产生的禁虚 说过了 温奇墨 这家伙 到底偷偷跟你透露了多少东西 温奇墨符额 禁虚序列呢 这个说过了吗 这个没有 温奇墨松了口气 开始说道 所谓禁虚序列 就是人类对禁虚的危险等级进行划分 排列出的一张序列表 和神明代号一样 从001开始 序列越靠前 代表越危险 这是不是和神明代号一样 不一样 神明代号是人类发现神明的顺序 与神明自身的战力和危险程度无关 而禁虚序列 则是危险性排序 我懂了 禁虚序列在600之后的 被称为无害禁虚 这种禁虚的作用很小很小 最多也就能帮花草浇浇水 帮人杀杀口腔里的蛀虫 或者凭空灶跟那条出来 序列在400到599的 成为低危禁虚 这种禁虚具备杀伤性 但并没有太大的危险 用好了的话 或许有奇效 序列200到399的 成为危险禁虚 能对人类社会 造成规模性威胁 同时具备了与神秘战斗的能力 序列90到199的 则是高危禁虚 能对人类社会 造成大规模威胁 拥有超高的战斗力 能拥有这部分禁虚序列的 大多都是高端战力 比如队长就在这一段 至于序列在89之前的 则被称为超高危禁虚 这类禁虚 要么拥有极度强悍的 超大规模杀伤力 要么拥有匪夷所思的特殊能力 总之 这类的禁虚序列 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的范畴 动辄拥有毁灭一成的能力 温奇默再度强调 这不是危言耸听 几年前在西北沙漠之中 出现过一只强大的神话生物 拥有禁虚序列063的 罗天弥沙 差点直接用狂杀 埋葬了周围的几座城市 后来还是一只特殊小队到场 才将其格杀 零七叶一愣 我记得 当时赵空城说过 他的禁虚序列是083的 闽声闪月 位列超高危禁虚 虽然是倒数几个 但依然极其罕见 温奇默的神情有些落寞 如果他真的 生下来就拥有这个禁虚的话 或许 他早加入了某支特殊小队 当上了将军 这些是禁虚排名 那神虚呢 零七叶好奇问道 神虚也是禁虚的一种 所以也在序列里 温奇默顿了顿 有些羡慕地 看了零七叶一眼 禁虚序列的前三十里 有23个都是神虚 神明赐予的力量 自然不是凡人能匹敌的 无论是危险性 还是特殊性 都远超我们的想象 可这么说 在前三十的序列里 还有七个人类的禁虚 有 温奇默的眼中散发着光芒 甚至在排名前五的禁虚中 还有一个属于人类 哪个 不知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加入守夜人也没几年 这么机密的事情 我怎么会知道 温奇默很无辜地贪手 那我的禁虚呢 零七叶指了指自己 序列多少 温奇默看了他一眼 悠悠开口 神明代号003 赤天使米加勒的神虚 叫做凡尘神域 禁虚序列 同样是003 禁虚序列003 凡尘神域 零七叶难难自语 不过 你也别高兴太早 003是赤天使的禁虚序列 不是你零七叶的 温奇默补充道 只有在赤天使手里 他才是003 而在你这个 刚刚踏足神秘的新人手里 威力或许只算是高危禁虚 等到未来的某一天 你境界足够高 高到可以与神明比肩的时候 他 才是003 零七叶点点头 我心里有数 对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问吧 同一个人 有可能成为几个不同神明的代理人吗 不可能 温奇默没有丝毫犹豫的摇头 至少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理 哦 零七叶点头 从现在开始 就有了 零七叶的身上 除了赤天使的凡尘神域 还有一个从黑夜女神身上得到的 星叶舞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两个神明的代理人 当然 这种事暂时还不能告诉别人 万一被守夜人高层抓过去研究 那他就凉凉了 至少 现在的他太弱了 或许等到 他足够强的那一天 再怎么暴露他都不怕 既然基础知识科普完了 我们就来聊聊你的禁虚吧 现在你手中的凡尘神域 能做到什么地步 以我为中心 二十米为半径的原型领域内 我能感知到所有东西 哦 温奇末眉毛一条 红鹰今天的内衣 是什么颜色 白色 试验场中 两个男人短暂地对视了一会 相视一笑 顶尖的侦察与战斗辅助类能力 或许现在显现出的优势还不大 但是随着你的实力增长 应该会成长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温奇末边记录着信息 边说道 还有呢 动态视觉大概是之前的好几倍 近身格杀类能力 很好 还有呢 消耗大量精神力的情况下 能使用一缕赤天使的神威 嗯 一般神明代理人都有这个能力 还有呢 没了 没了 温奇末错愕地抬起头 就这些 赤天使给我的力量就这些 灵七叶真诚地回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说的是实话 温奇末的眉头微微皱起 思考一阵之后 接连摇头 不对 不对啊 这可是 凡尘神域 哪怕只是斩镜 所展现出来的威能 应该远不止这些啊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的能力 不完全 灵七叶一愣 温奇末点点头 这么说吧 在凤凰小队的那位雅典娜代理人 在刚踏入斩镜的时候 就能一拳 轰倒一座楼房 徒手撕掉 持镜的神话生物 你的能力虽然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 最重要的 是你现在所展现出来的 都是战斗辅助类的能力 可 那可是米加勒的神域 怎么可能 只有这么点威力 灵七叶茫然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可是 我确实 只感觉到了这些能力 温奇末沉银片刻 继续说道 现在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赤天使在选你 做代理人的时候 就只给了你 这一小部分能力 目前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最大 第二种 是你神序的其他能力 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现在无法感觉到它 或者是你下意识地忽略了它 下意识地忽略 打个比方 比如你的能力 是可以用皮肤呼吸 因为你长期使用这个能力 导致你已经完全习惯了它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明明你其实一直在维持这个能力 可自己 却开始下意识地忽略它 因为使用这个能力 已经成为了你的本能 你的意思是 我有可能一直在使用这个能力 但自己没发现 没错 你仔细想想 从小到大 有没有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灵气夜 沉阴片刻 瞎 这个不算 温其莫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第一种可能 赤天使一开始就没有给你完整的神须 毕竟是赤天使的神须 就算真如第二种推测那样 你一直在使用 没道理还这么频繁 应该随便打个喷嚏 就能先飞一群人才对 灵气夜 总之 之前我说你现在的 凡尘神域 大概算是高危级别 看来是高估你了 从你现在展露的能力来看 大概算是普通危险级别吧 温其莫又在文件上记录几笔 安慰道 不过你也别灰心 随着你实力的增长 后续的能力会渐渐显露出来的 毕竟你是赤天使的代理人 他不会让你这么掉面子的 灵气夜耸了耸肩 希望吧 灵气夜心里虽然有点沮丧 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拥有诸神精神病院的他 其实并没有那么依靠赤天使 毕竟在他的病院里 还观着六位神明供他选择 既然已经初步了解了你的能力 那我们就该开始训练了 温其莫总结了一下文件 很快就给他设计了一份训练计划 怎么练 总体来说 你现在的能力 侧重于感知与预判 这种特性的能力相对而言 比那些动不动就轰个螺旋丸的能力 好训练的多 只需要让你的身体与能力 逐渐磨合就好 温其莫指了指身后的房间 这里面 是一个装有39,000只 隐藏式微型橡胶枪的机关房间 每秒可以射出一只39,000发橡胶子弹 子弹的飞行速度 虽然略慢于真实子弹 但对你现在的境界来说 也够用了 你要做的 就是站进去 用你的感知与动态视觉 尽可能地躲避橡胶子弹 考虑到你的境界 就先从每秒钟50发子弹开始吧 林七叶看了眼房间 点点头 我知道了 推门走进房间 林七叶站在正中央 看着遍布墙体周围蜂窝般细密的枪孔 心中再度浮现出不祥的预感 等等 这脚底下 怎么也全是枪孔 打到不该打的地方怎么办 林七叶看到身下密密麻麻的枪孔 只觉得当下凉嗖嗖的 脸色一变 实战之中 危险可能会从任何地方出现 没有不该打的地方 温其默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 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就开始了 林七叶缓缓闭上双眼 深吸一口气 开始吧 多嗖嗖嗖嗖嗖 在提示音响起的瞬间 林七叶的感知范围中 橡胶子弹就如同雨点般 从四面八方飞来 速度极快 肉眼根本无法捕捉 林七叶在子弹出膛的瞬间 就做出了反应 连续两个后跳 躲掉了大半的子弹 但却又有一大批子弹射出 而且角度都极其刁钻 在林七叶的感知中 他能预测到子弹的弹道不假 但他能同时预测的弹道 又是有限的 就比如 让一个人来抓一个滚动的乒乓球 轻而易举就能做到 如果同时抓三个乒乓球 也行 但如果有二十个乒乓球 同时以不同的方向滚动 人的大脑就无法及时地反应过来 无法准确地判断出他们每一个的运动轨迹 林七叶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 训练开始不过三秒 他的身上已经挨了十几下子弹 橡胶子弹虽然不会让人受伤 但因为速度快 痛感还是有的 于是 他终于领会到了这场训练的真谛 妈的 怎么又是挨揍 活动室 陈木野穿着围裙 戴着手套 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骨头汤 走到桌旁 轻轻放下 咕噜 红鹰瞪大了眼睛 狠狠咽了口口水 队长 你多久没亲自下厨了 今天太阳打西变出来了 一旁的吴湘南微微一笑 你还没看出来 这主要是给林七叶准备的 咱们都是负担 陈叔 你偏心 思想难气鼓鼓地说道 陈木野嘴角微微抽搐 面无表情地开口 我只是吃便当吃腻了 想换换口味 跟那小子没关系 原来是这样 红鹰的眼睛一亮 伸出筷子往骨头汤里探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 嘻嘻 啪 陈木野用筷子打回了红鹰的手 淡淡开口 林七叶还没下课 都给我等着 红鹰 义 三队长你不爱我们了 好香 浑身都在痛的林七叶 蹒跚着走出训练室 闻到从活动室传来的香味 如同死灰般的眼神 重新燃了起来 温其默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 你上午的那顿打不白矮啊 林七叶静止走到活动室 刚刚推门进去 四双幽怨的眼神 齐刷刷地扫了过来 林七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 怎么 没什么 坐下来吃饭 陈木野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哦 等林七叶坐下 红鹰眼巴巴地看着陈木野 说不出的可怜 吃饭吧 终于 陈木野说出了众人 等待许久的这句话 几人纷纷出手 像是被饿了几天的狼 眼睛都发红了 红鹰姐 你们守夜人的伙食 一向都这么好吗 林七叶看着满桌的饭菜 小声地问道 红鹰没好气地回答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红鹰说完 又想了想 补充道 我要等吃完了 再跟你说话 林七叶 林七叶 在 队长 今天训练下来 有收获吗 有的 收获很多 嗯 陈木野点点头 顿了顿 继续说道 疼不疼 有点 小楠 一会帮他治疗一下 思小楠 撅了撅嘴 乖乖点头 好 陈木野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不用完全治好 只要明天还能挨打就行 林七叶 啪哒 两双筷子 在骨头汤里撞在了一起 发出轻微的响声 两双筷子死死僵持 夹着那一块肉 谁也不让谁 红鹰和吴湘南 大眼瞪小眼 就这么僵持在一起 目光仿佛在空气中 碰撞出一连串的火花 吴湘南 这块肉 是我先看上的 红鹰瞪眼说道 吴湘南平静开口 我先夹到的 你放开 我不放 放开 不放 刺啦啦啦 两人之间碰撞的火花 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时 一旁默默吃饭 存在感极低的冷轩 盯着那块肉 伸手在腰间一摸 掏出了一把 MP5V型冲锋枪 放在了桌上 都放开 他平静说道 红鹰 吴湘南 冷轩很自然地伸出筷子 夹走了那块最大的肉 犹豫了片刻之后 放进了林七叶的碗里 醒来的 多吃点 一会练枪 冷轩边把冲锋枪 收起 边冷冷说道 啊 哦 林七叶一时之间 没反应过来 然后愣愣地 看着埋头吃饭的冷轩 好家伙 什么叫人狠话不多 这特么才叫人狠话不多 冷轩 下次尽量不要在餐桌上拔枪 沉默也开口提醒道 万一走火了 这桌饭菜就可惜了 冷轩点头 哦 红鹰和吴湘南对视一眼 同时乖乖低头吃饭 等到林七叶 将碗里的饭菜 吃得一干二净 冷轩站起来 走到他的身边 淡淡开口 吃饱了 饱了 走 练枪 好 看着两人逐渐消失在走道中的背影 温其默长叹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思小楠 小楠 怎么了 你的团宠身份被取代了 思小楠 枪 是热武器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射击师中 冷轩站在一块整整齐齐挂着各种枪支的墙壁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 对于高境界的神话生物 它们能起到的作用极小 但对于低境界的神话生物而言 枪支往往比冷兵器更有效 尤其是对于新人 在不具备很强的近战水平的条件下 学习使用枪支是十分必要的 冷轩从身后的墙壁拿下一柄手枪 放在零七叶的面前 我只教你两件事 一个是射击技巧 一个是枪械的构成原理 在没有以后打算专精枪械的情况下 这对你来说已经够用了 零七叶接连点头 现在拿着这柄枪去打靶 让我看看你的天赋 冷轩指了指不远处的靶子 零七叶点点头 拿起手枪 在射击台前站定 深呼吸 学着从电视里看到的动作 举枪 瞄准 射击 碰 一声枪响 两张脸顿时黑了下来 拖把了 冷轩走到把前 再三确认没有弹孔 表情似乎有些难看 三十米把都能拖把 这 零七叶放下枪 轻咳两声 那个 我的天赋怎么样 冷轩看了他一眼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你 你有个毛线的天赋 零七叶回到红莺的大别墅 零七叶无力地 倒在沙发上 揉起疲惫的眼角 这一天的训练下来 可以说是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先是被队长爆砍 再被橡胶子弹打成筛子 晚上的枪械刻把 虽说不累 但却一次又一次地 将他的自尊心 按在地上摩擦 他对枪 真的没有天赋 这一晚上的训练下来 走出训练室的时候 零七叶明显感觉到 冷轩比他还累 最重要的是他眼中的光 没了 最后 冷轩还安慰了他一番 说新手这样 其实也并不是太离谱 让他以后好好努力 可说着说着 就反过来变成零七叶安慰他了 你放心 我觉得我现在没天赋是暂时的 多练练就好了 你要对我有信心 也对自己有信心 你的枪法这么厉害 没道理教不会我吧 时间 最重要的是时间 要有耐心 乐观一点 至少二十米之内 我还是能上把的 我还有救 就在零七叶黯然神伤的时候 一道倩吟悄然走到了他的面前 七叶弟弟 是不是很累 红莺穿着毛绒睡衣 手里端着一杯茶 笑着递给零七叶 零七叶牵抢一笑 接过茶 谢谢 其实还好 虽然累 但是很充实 零七叶喝了一口茶 四下张望了一番 小楠呢 他似乎对你抢了他团宠的位置 有些生气 回屋呆着去了 难怪 他刚刚给我治疗的时候 总是掐我肉 我还以为这是正常程序 零七叶摸了摸自己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 恍然大悟 红莺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其实 队长对谁都这么严格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哪怕我是个女生 她也没有丝毫的留守 硬生生把我给打哭了 红莺抬头望着窗外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嘴角浮现出笑意 有点狠 不狠 一点都不狠 红莺摇了摇头 苍南是守夜人死亡频率下降 基本都是队长的功劳 一个是因为他自身实力强 另一个就是 他对其他队员足够负责 他打你打得越狠 越是能让你记住疼痛 快速地成长 他宁可队员恨他 也不怨他们因为实力 不足死在战场上 你明白吗 灵七夜沉默许久 似乎又回忆起 早上沉默也那凌厉的目光 缓缓点头 我知道 红莺嘴角微微上扬 像是个大姐姐般 摸了摸灵七夜的头发 轻声道 好了 累就早点去休息吧 晚安 晚安 灵七夜和红莺道别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拖着疲惫的身体 躺在床上 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 正正出神 过了半晌 他又缓缓 从床上爬起 拔出窍中的直刀 一手握刀 一手握窍 闭目回忆着 今天沉默也使出的 每一式刀法 在朦胧的月光下 挥出一刀又一刀 二中 放学铃声悠悠响起 成群结队的高中生 走出校门 有说有笑地 朝校门外走去 唉 今天又布置这么多作业 又得搞到十一点多 可不是吗 那傻叉老师 特么的不止十二篇阅读理解 让不让人活了 阅读理解 不是随便写 怎么随便写 三长一短选短 三短一长选长 参差不齐选C 磨棱两可选D 你等等 我拿笔记下来 突然 一个学生转过头 对着追在最后面的李一飞说道 李一飞 你怎么这么慢 快点啊 李一飞回过神 哦 来了来了 他加快脚步跟上队伍 仍然时刻不停地四下张望 有些心不在焉 你怎么了 在找什么呢 王亮疑惑问道 李一飞纠结片刻 叹了口气 经过之前那件事之后 我对放学回家这种事 已经有阴影了 虽然现在没有晚自习 天还是亮的 但总感觉 渗得慌 王亮发了个白眼 不就是碰着一个杀人犯吗 哪有这么夸张 李一飞 你看这五大三粗的 胆子 怎么这么小 那可不是 算了 跟你说也说不清 李一飞摇摇头 紧接着 他就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停下了脚步 又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没带作业 还在教室抽屉里 李一飞有些头疼地说道 你说说你这脑子 本来就笨 现在更不经用了 还好现在学校没关门 快回去拿吧 我跟他们先走了 王亮背着包 对着李一飞挥了挥手 转身跟着其他人离开 李一飞在原地叹了口气 回头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等到他回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距离放学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该走了学生基本都走光了 整个学校空空荡荡 幸好门还没关 李一飞嘀咕了一声 快步跑进学校 黄昏下的校园 相对于平时 多了一分寂静 少了一分人气 时不时的 也有打扫卫生的学生 才从教室里出来 看着时间 快步跑向大门 迎着逆流而回的李一飞 擦肩而过 他们都急着回家 急着回去吃家里 热气腾腾的晚饭 李一飞越往前走 人越少 暮色越浓 路两边高大的树木 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即将坠入西山的残阳光辉 从树叶凤间露出 越来越暗 越来越少 李一飞匆匆跑到高二的教学楼前 两步一跨跑上四楼 来到了自己的班级门口 空荡荡的走廊中 除了昏黄的暮色 只有李一飞一人 此时 打扫卫生的同学 基本走光 就连叫室门都锁上了 不过这难不倒李一飞 他熟练地打开窗户 放下书包 双手在窗檐上一撑 就翻了进去 作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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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李一飞在自己书桌摸索了一阵 掏出一本本子 眼睛一亮 他将本子塞进包里 来到窗旁 准备如法炮制地翻出去 就在这时 两个人影突然出现在走廊的尽头 李一飞余光看到他们 虎曲一阵 飞快地蹲下身 躲在窗下的瓷砖后面 这是什么鬼运气 正好碰到教导主任 李一飞暗骂一句 从走廊尽头走来的两个人 一个是他们班的语文科代表刘晓燕 一个就是他们高二年级的教导主任 自己放学后 偷摸着翻窗进教室 很容易让人误会 要是被教导主任发现 那肯定是百口莫辩 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 李一飞便紧紧贴在墙边 打算等两人 离开了再走 两人一边聊着天 一边向李一飞藏身的教室靠近 渐渐地 李一飞可以清晰地听到 他们聊天的声音 所以说 你们班这个语文 一定要抓抓紧 选一个写作文最好的出来 参加这次市里的比赛 我知道了主任 我们班作文写的好的人挺多的 比如 两人走着走着 主任似乎是走累了 停下了脚步 将双手搭在走廊的栏杆上 歇息起来 而刘晓燕同样停下 在教导主任的身边继续说着 他们的位置 偏偏就在李一飞藏身教室的门口 李一飞通过窗户的反射 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索性原地坐了下来 等他们俩离开 嗯 你说的这些都不错 明天 把他们叫到我办公室来 我跟他们聊聊 教导主任满意地点头 转身对刘晓燕说道 迈不准备离开 主任 刘晓燕突然开口 叫住了主任 主任回过头 疑惑地看着她 你还有什么事吗 刘晓燕同学 黄昏下 刘晓燕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韵 莫名地扭捏起来 主任 其实 其实我 我一直想对你说 躲在一旁的李一飞 瞪大了眼睛 眼珠子都快瞪掉了 眸中满是震惊 卧槽 我就回来拿个作业 我特么看到了什么 刘晓燕居然对主任有意思 可 可主任马上都五十了呀 还是个地中海 她的口味这么重吗 站在刘晓燕面前的教导主任 眉头越皱越紧 其实我 我一直想 想 吃了你 最后三个字吐出 刘晓燕的嘴巴 裂开一个惊人的弧度 就像是被人硬生生撕开了一般 露出一颗颗宛若道次的尖牙 她的双瞳已经消失 眼眸里只剩下眼白 看起来 甚人无比 而两颊的酒窝 依然在黄昏下 犯着诡异的酒红 教导主任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的张大嘴巴 想要尖叫出声 下一刻 刘晓燕的整个头 都从嘴巴的位置站开 密密麻麻的尖牙 散发着森然的寒光 这张嘴太大了 大到可以轻松赛下一整个活人 于是 这张血盆大口 几乎是瞬间就将教导主任吞入 血肉在其中蠕动 扭曲 令人作呕 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李一飞 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惶恐地盯着窗户 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 刘晓燕咀嚼了许久 突然 那张血盆大口再度张开 哇的 吐出了一个完完整整的教导主任 除了身上有些粘液 她连一根头发丝都没少 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地上 而一旁的刘晓燕的血肉之头 则逐渐恢复 几秒内就恢复成了 那个普普通的高中女生 她盯着身前的教导主任 一动不动 几秒之后 地上的教导主任 突然睁开双眼 整个人以一种诡异的姿态 从地上站起 她和刘晓燕四目相对 同时露出了笑容 两人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同步姿态 脉步逐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等确认两人真的离开 李一飞才松开自己的嘴巴 无力地瘫软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的心中 只有两个字 又来 叮咚 欢迎光临 零七夜推开事务所的大门 见红英正鼻挺地坐在沙发上 正正出神 对着她挥了挥手 走 红英姐 七夜 你终于来了 红英见到零七夜 蹭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 怎么了 出事了 红英严肃开口 上前拉住零七夜的手腕 快步朝着地下走去 零七夜还是第一次见到红英 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 眉头微微皱起 神秘 降临了 嗯 而且很急少 两人推开门走进活动室 零七夜这才发现 136小队的众人都已经到齐 依靠在柱子旁的陈木野 见零七夜来了 脉步走到会议桌边 坐了下来 依然面无表情 人到齐了 准备开会 众人入座之后 陈木野用指节敲击着桌面 缓缓开口 昨天晚上 我们收到消息 又有一次神话生物的存在 出现了 地点在 苍南市第二中学 二中 零七夜一愣 对 就是你上过的那个学校 陈木野点头 而且 报案的好像还是你的老熟人 陈木野对着后面房间喊了一声 那小子 睡醒了吗 睡醒了就出来 众人齐齐望去 很快 房间的门就被缓缓打开 一个双眼满是血丝的少年 从中走出 零七夜见到他 惊呼出声 李亦菲 李亦菲一愣 看到坐在会议桌旁的零七夜 揉了揉眼睛 确认确实是他 零七夜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也看到那个怪物了 不 他是我们的一员 吴湘南摇了摇头 说道 临时队员 陈木野纠正 李亦菲张大嘴巴 看着零七夜 半嗓才反应过来 卧槽 他们说你参军去了 原来你竟然加入这里了 零七夜耸了耸肩 发生了一些意外 你们的事情 可以待会再聊 现在先说案件 陈木野提醒道 随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原本 如果发生一次牵扯到神秘的案件的话 一般都是先报给警察机关 然后再由他们转接给我们 但这小子上次经历了一回鬼灭人案件 接触过我们 还签了保密协议 所以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省去了中间的过程 这事得利 我们正常的办案流程不是这样的 众人点头 但零七夜心里很清楚 陈木野这番话是解释给他听的 说说吧 好 李一飞咽了口唾沫 回忆起来 昨晚 我回学校拿作业本 碰巧看到 李一飞一五一十地把昨天的见闻说了出来 越往后听 众队员的眉头就越皱越紧 等到李一飞讲完 吴湘南点了点头 如果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 那这件事情已经有95%的可能性牵扯到了神秘 说着 他转头看向李一飞 你应该知道 如果报告假情况的话 你会有什么后果吧 知道 我知道 我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不能再真了 李一飞诚恳地回答 那好 陈木野转头看向吴湘南 说说你的看法吧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这只神话生物拥有极强的伪装能力 在变成他人的同时 还能正常与别人交流 不露出马脚 一旁的温奇莫叹了口气 伪装嘛 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除此之外 他还疑似拥有 能将吞下去的生物童话的能力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 吴湘南说道 就像电影里的丧尸 无限感染 红英问道 虽然感染方式不同 但从效果上来说 他们确实差不多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冲进学校 把那个刘晓燕砍了就行 红英眼前一亮 没这么简单 坐在另一头的林企业 突然开口 既然他能感染别人 那我们就无法确定 刘晓燕是不是他的本体 因为他也可能是被别人感染的 企业说得不错 吴湘南点点头 这个神秘事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我们不知道 这种诡异的感染途径 源头在哪里 就像是我们去砍丧尸 如果找不到丧尸母体 就算是把其他子丧尸全砍死 也没有用 而且我们不知道 这只神话生物 已经存在了多久 感染了多少人 温其莫补充道 刘晓燕有可能是他第一个感染的 也有可能是他不知道 第几个感染的 甚至 我们要做好做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 红鹰疑惑 那就是整个二中 都变成了一座怪物学校 吴湘南缓缓开口 双眸之中满是凝重 甚至 这只怪物所感染的 不仅是学校 还有苍南市的其他地方 听到这里 李一飞突然打了个哆嗦 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想过 吴湘南缓缓站起身 只是李一飞的眼睛 平静地开口 你所在的这座学校 除了你之外 其他的老师 同学 都是怪物变的 不 甚至 已经站在这里的你 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神秘的一部分 李一飞的瞳孔骤然收缩 只觉得一股良意 从脚底板直冲大脑 整个脑海一片空白 好了 湘南 你别吓唬他了 温其莫笑着站起身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灾恶之鸭早就叫了 既然他还没动静 就说明局势 还没到那么危险的地步 灾恶之鸭 那是什么东西 林七叶疑惑地看向红鹰 是一只乌鸦 也是一件自带禁虚的禁物 红鹰耐心地解释道 当沧南市即将出现大灾难时 他就会提前尖叫市井 算是个探测仪吧 哦 林七叶点点头 总之 既然神秘已经出现 那我们必然要一查到底 如果放任这只怪物继续发展 只怕距离湘南描述的未来也不远了 沉默也缓缓开口 湘南 你有什么计划 吴湘南坐下来 推了推眼镜 严肃说道 我觉得 当务之急 是要找出神话生物本体所在 同时摸清 它究竟已经感染了多少人 所以我提议 这次我们分为两组行动 一组以二中为中心 向周围发散 寻找是否有其他被感染者的痕迹 一组打入二中内部 顺藤摸瓜 尽快找出本体所在 沉默也点头 目光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既然要打入二中内部 就不能引起他的警觉 必须要符合高中生的人物形象 红英 小南 还有 七叶 进入二中 找出他本体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队长 七叶还只是临时队员 在转正之前 不应该参与神秘肃清行动 吴湘南的眉头微微皱起 沉默也摇摇头 从现有的情报来看 这只神话生物 擅长的是伪装潜伏与感染 自身的境界并不高 七叶也受了半个月的训练 实力增长了不少 这对他而言 是个很好的磨练机会 而且他之前就是二中的学生 对二中最为熟悉 也是那个刘小燕的同学 由他来接近刘小燕 也是最为自然 说到这 沉默也又看向林七叶 继续说道 当然 你是临时队员 我并不会强迫你 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去的话 就负责留守这里吧 我去 林七叶没有丝毫的犹豫 沉默也说的没错 经过这大半个月的训练 他的战力已经增长许多 他迫切地需要 一个机会来实践所学 而且 想要在这危险的时代活下来 就必须尽早地熟悉危险本身 林七叶虽然喜欢明哲保身 但却不会放弃任何一个 锻炼自己的机会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行动吧 沉默也站起身 随后转头看向李一飞 你和七叶他们一起 李一飞一愣 我只是普通人啊 万一 他们会保护好你的 沉默也的语气 没有丝毫的波澜 你见过那只神话生物 是我们这里对他最了解的 你必须要去 听到沉默也 这近乎命令的语气 李一飞苦着脸点点头 如果这次行动顺利的话 我给你一个 加入守夜人的机会 沉默也边向门口走去 边缓缓说道 李一飞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林七叶正欲离开 一直站在角落的冷轩 突然叫住了他 林七叶 嗯 冷轩走到他的面前 从腰后掏出一柄漆黑的手枪 递给林七叶 这是 带着吧 弹夹是满的 冷轩淡淡地说道 可是 我的枪法 万一误伤到 别人怎么办 林七叶的表情 顿时有些难看 冷轩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离开 枪的意义 并不止在于杀戮 林七叶在原地愣神片刻 随后 还是将手枪放入了口袋中 脉部朝着通道口走去 二十分钟后 三个人影提着不同的箱子 站在二中的大门面前 愁眉苦脸 七叶 你们的校服怎么这么丑 红阴低头看了眼红白相见的高中校服 嫌弃地说道 女生的校服算是不错了 林七叶指了指自己的蓝白校服 男生的才是真丑 再说 校服好不好看 也是因人而异的 你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阳光下 红阴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 外面套着红白相间的校服 拉链敞开 随风微微摆动 高高的马尾竖起 背后还背着一个长长的黑匣 整个人洋溢着青春与英气 旁边的思小南 则是另一副光景 他身上穿着一件卡通长袖 校服缠绕在腰间 像是裙摆 乌黑的长发 扎成两个大大的团子 看起来像是个腼腆的青色少女 红阴笑嘻嘻地对林七叶眨了眨眼 七叶弟弟 想不到你这么会说话 林七叶 现在的问题是 上午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一半 我们该怎么混进去 林七叶看了眼时间 又摇摇望了门口的凶神恶煞的保安一眼 而且我们还带着这些东西 肯定会被拦下来询问的 思小南看着自己手中的黑侠 软软地说道 这还不简单 红阴嘴角微微上扬 抬头挺胸 指着不远处两米多高的围墙 翻墙进去 林七叶沉阴片刻 转头看了眼个子 直到他肩膀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思小南 我倒是没问题 就是小南可能有些困难 思小南 下化线 他默默对林七叶翻了个白眼 身形一动 眨眼睛就跑到了围墙旁边 脚尖在围墙壁上连点树下 整个人就像是一只轻盈的蝴蝶飘起 他一手提着黑侠 在空中旋转了半圈 悄然无声地落在了围墙的另一边 林七叶 红莺捂着嘴轻笑 七叶 小南虽然是个软妹子 但人家 可是已经加入守夜人两年了 别小看他哦 说完 红莺也飞快地朝围墙奔去 如同金红般贴着墙体连踏竖部 轻松地翻过了墙壁 惬意而又不失优雅 林七叶走到围墙下 脑海中闪过二人 刚刚堪称华丽的过墙表演 嘴角微微抽搐 有点丢人了 他深吸一口气 先将黑侠丢了过去 然后整个人高高跃起 双手在强颜一撑 轻松越过 虽然看起来也还不错 但凡事就怕对比 有红莺和思晓南 注意在前 林七叶顿时有种 没脸见人的感觉 嗯 还不错 有点帅哦 红莺将林七叶的黑侠还给他 笑着鼓励道 林七叶摇了摇头 只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那就按计划 我回班里近距离接触刘小燕 你们去办公楼调查教导主任 行 有什么事 耳麦交流 红莺指了指耳朵上的隐形耳脉 转身和思晓南离开 走了两步 他身形一顿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过头 那个 办公楼在哪里 还有 教导主任办公室在哪里 林七叶无奈地指了指远处的高楼 403 所以啊 我们说 其变我不变 符号看向线 这个口诀 大家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题 讲台上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拿着讲义 正神采奕奕地讲解着 突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哒哒哒 众人转头看向门口 只见十几天不见的林七叶 正静静地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黑侠 微微攻身 报告 林七叶 数学老师见到他 有些惊讶 你怎么才来 这几天 你去哪了 我的眼睛又出了点问题 住了两周的院 这样啊 快进来坐吧 数学老师推了推眼镜 对于林七叶这个之前残疾的特殊学生 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容忍度的 也不会太过为难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林七叶淡定地走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位子 坐了下来 他的精神力扫过周围 眉头微微皱起 同学们 我们继续讲课 数学老师敲了敲黑板 将其他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继续讲了起来 林七叶隐晦地抚摸了一下耳脉 一个沉默也的声音从中响起 林七叶 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进入教室了 林七叶压低了声音 你的静虚能辨别他们吗 可以 数量怎么样 林七叶的眉头微皱 声音有些凝重 不太妙 早在出发之前 沉默也等人就特地关照了林七叶 让他留心使用一下自己的能力 既然这只神话生物感染的人类 从外表上无法鉴别 那就只能找到别的辨别方法 而林七叶作为他们之中 唯一一个拥有精神力感知静虚的人 自然十分重要 和林七叶想的一样 他的赤天使之眼 可以辨别出被感染者 此刻 在他的精神感知领域中 刘晓燕就像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血肉怪物 精妙地操纵着那副躯 在很自然地和同桌窃窃私欲 而在这间教室中 除了刘晓燕 还有一只感染者 那同样式的女生 林七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属于那种在班里不起眼的女孩 他的名字叫韩若若 此刻 他正在悄悄写着什么 然后转身 将一张小纸条 递给后面的男生 他身后的男生林七叶也认识 而且算是比较熟悉 刘远 曾经在面对鬼面人时 推了他一把的刘远 他自然不会忘 大概多少只 耳脉中 陈木野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的教室里就有两只 而且我刚刚来的时候 特地在这层楼所有的教室前 扫了一圈 光是这一层 大概有六只 他们 还有救吗 没了 林七叶笃定地说到 他们的内脏已经消失 里面藏着的 都是一团团诡异的血肉 就算是杀了那些东西 他们也绝对活不下来 他们 在被吃掉的那一刻 就已经死了 光是一层 就已经有了六位牺牲者 那如果放眼到整个学校 那将会死多少人 当一所学校 同时出现这么多死者的时候 这所学校 也基本要凉了 而这件事情背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则更为恐怖 尔曼那头的沉默也沉默许久 才缓缓开口 我知道了 继续观察 不要打草惊蛇 收到 林七叶拿出纸笔 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就像是个普通的学生一样 老师讲了十几分钟之后 李一飞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口 敲了敲门 报告 李一飞 你迟到了 对于李一飞这种老油条 老师没有好脸色 老师 我请了病假 我有假条 李一飞甩了甩书中的假条 老师瞪了他一眼 快回位子上 这次再考不好 我就要叫家长了 李一飞匆匆坐回林七叶的身边 边低头拿书 边小声地问林七叶 怎么样了 知道了一点 但并不全面 林七叶瞥了眼窗外 我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能感知到全校失声的机会 李一飞一愣 你是说 这杰克下课之后 就是升旗一试 到那时 我就能初步摸清状况了 林七叶的眼睛 微微眯起 办公楼 40万03403 403 找到了 红英和思晓南二人 走到教导主任办公室门口 同时停下了脚步 他们对视一眼 迅速站好位置 思晓南背着黑霞站在门口 红英则侧身躲在门后死角 时刻准备突入 思晓南清了清嗓子 伸手敲门 咚咚咚 三声响起之后 两人平住呼吸等待数秒 门内却依然一片安静 红英柳眉微皱 给了思晓南一个眼神 思晓南又敲了几下 依然没有动静 红英示意晓南后退几步 自己走到门前 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丝 在锁口里轻轻一转 咔哒 只听一声轻响 房门缓缓打开 门后 是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红英警惕地走进房间 四下搜索了一番 确认真的没有人后 才松了口气 红英姐 这里的人应该刚走没多久 杯子还是热的 思晓南伸手碰了碰桌上的杯子 开口道 应该是去开会了 如果是上厕所的话 不至于锁门 红英微微点头 总之 先把这里搜一遍 看看有没有线索 思晓南点头 我帮你望风 他关上房门 侧身躲到窗边 从口袋里掏出一面精巧的小镜子 通过反射仔细地观察四周的情况 红英则飞快地翻找起来 办公桌 抽屉 档案柜 花坛 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除了一堆没用的资料 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突然 他停下身 仔细了嗅了嗅 晓南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红英的眉头微皱 啊 好像没有 思晓南子细闻了闻 茫然回答 红英眉头越皱越紧 他蹲下身 随着那缕若有若无的臭味寻去 最终 他的目光落在了椅子下方的一块瓷砖上 这块瓷砖看起来很干净 而且似乎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他掏出一柄小刀 在瓷砖边缘用力一顶 将瓷砖撬起一个小角 一股酸臭味扑面来 红英忍着臭味 用刀尖轻轻将瓷砖下的东西挑出 那是一整块黄褐色的软体薄膜 将这块薄膜摊开 红英的瞳孔骤然收缩 皮 这是人皮 红英猛地抬头看向丝小男 这些感染者会退皮 丝小男眉头一皱 蛇 有可能 把这个信息汇报给吴湘南 或许能查到这只神话生物的信息 红英飞速地将皮塞回瓷砖 将其盖了回去 就在红英掩盖了一切自己来过的痕迹之后 一声突然的乐曲从窗外响起 将她吓了一跳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红英走到窗边 俯瞰着楼下越来越多的学生 从楼道走出 喃喃自语 升旗仪式 全大厦升旗仪式的音乐都是统一的吗 此刻 林七叶和李亦菲二人正在楼道中 顺着喧闹的学生队伍 缓慢地向下挪动 李亦菲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一圈 凑到了林七叶的耳边 七叶 你加入了他们 是不是说明 你也有那个特殊能力 嗯 妈的 真羡慕 你的能力是什么 用精神感知附近的东西 就类似这种吧 林七叶含糊地回答 那你是不是能辨认出怪物和人 可以 那 你跟我说实话 咱班到底有几只 两只 刘晓燕和韩若若 听到这两个名字 李亦菲似乎是松了口气 幸好 幸好无数节不是 我暗恋了他这么多年 要是他变成了怪物 我这辈子 估计都不会谈恋爱了 林七叶 那现在呢 我身边有几只 李亦菲担忧地问道 你前面第五个人 那个女生 也是 她 李亦菲回忆了一会 隔壁般的 好像叫 田丽 她也被变成了怪物 这倒不是很意外 林七叶一愣 为什么 李亦菲眉头一挑 你没发现吗 哦也是 你才刚转过来几天 不知道这些 发现什么 刘晓燕 韩若若 还有田丽 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呀 林七叶听到这句话 直接正在了原地 确实 她之前沿着楼层感知的时候 也发现了被怪物感染的大部分都是女生 被李亦菲这么一说 她也意识到了 事情有些不对 难道那只神话生物 是从女生宿舍出现的 林七叶喃喃自语 她打开耳脉 压低了声音说道 红英姐 你们在哪 刚从办公楼出来 怎么了 林七叶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 另一边的红英立马点头 好 这你们都去升旗 我们现在就去女生宿舍 嗯 随着进行曲的播放 林七叶所在的班级 也顺着楼道走了出来 缓缓朝着升旗台移动 升旗仪式举行的地方 是教学楼前面的一块空地 位置并不大 整个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起 相互之间 基本没多大的空隙 后面的同学跟上 快 别挤我 哎呀 你走快点啊 能走多快 排我前面的人都堵在那 我有什么办法 嗯 我前面的人呢 你前面是谁 林七叶啊 他去哪了 不知道 刚刚还在 咦 李亦菲也不见了 就在几位同学疑惑的时候 林七叶和李亦菲 已经早早地溜出了队伍 逆着混乱的人流 飞速穿梭于各个班级之中 林七叶的精神感知范围 只有二十米 想要完整地覆盖住 这两千多个学生 必须要时刻不停地移动 林七叶 林七叶 你探查完了吗 音乐结束了 要开始升旗了 李亦菲艰难地拨开周围的同学 对着前方的林七叶说道 没有 还剩下一半 那怎么办 所有人站好队伍 音乐停下之后 我们会被发现的 此刻 一直循环播放的进行曲声音越来越小 他们这两个穿梭在人群中的学生 越来越显眼 已经有许多人对着他们指指点点起来 林七叶的眉头微皱 李亦菲说的没错 如果在所有人站好之后 他们还在穿梭 必然会引起注意 如果强行继续搜寻的话 还可能被老师截停 可如果就此罢手 想要再完整地探知 整个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和老师领导 就只能等到放学去赌门了 时间太久 变数太多 他们等不起 林七叶的大脑飞速转动 突然 他的余光看到了远处的骑手队 眼前一亮 他改变方向 快速地拨开人群 走到了骑手队的面前 同学 你好 林七叶走到为首的那个学生面前 礼貌开口 那骑手一愣 你好 你下岗了 那个同学疑惑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校领导刚刚紧急通知 要优秀学生代表来升旗 并且在升旗之后 要进行演讲 所以需要 临时换掉骑手 林七叶一本正经地说道 直接伸出手 抓住了那同学手里的旗杆 可是 这 我是高二的优秀学生代表李一飞 请把你的旗给我 如果有任何疑问 升完旗之后 你可以去找领导 林七叶面无表情地 抢过他手里的旗杆 站到了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 面容肃穆 李一飞 那同学茫然地挠了挠头 纠结半赏之后 还是选择回到属于自己班级的队伍之中 林七叶 你想干嘛 李一飞忍不住问道 你这么做 可是要被处分的 不对 我也会被处分的 是我盗用你的名号 骗走了骑手的旗 跟你没关系 林七叶淡淡说道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 不需要遵守学校的规矩 我 是守夜人 庄严肃穆的音乐响起 学生 老师 领导 整个场地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将目光落在 骑手手中的旗帜上 等待着他的升起 随着音乐的节奏 林七叶举着旗帜 踏起标准的正步 朝着前方走去 咦 你们看那个旗手 是不是有点眼熟 是啊 长得挺帅的 有点像林七叶 你确定是有点 我怎么觉得就是他 好像还真是 绝大部分人不认识林七叶 但林七叶自己班上的同学 很快就认出了他 窃窃私语起来 台上的领导 也丝毫没注意到 起手换了人 微笑注目着 那个英俊的少年 毕竟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 根本不用他们插手 全校这么多学生 他们乃知道 今天该是谁升起 但负责升起仪式的老师 看到林七叶 脸色突然一变 不知为何 他的心中 有种不祥的预感 在众人的注目里中 林七叶昂首挺胸 走完了升起的道路 正当他即将踏上升起台的瞬间 他猛地来了个直角转弯 朝着学生方阵的另一个直角边 义无反顾地踏去 微笑着准备迎接旗帜的领导 直接梦了 他们的笑容 僵硬地留在脸上 呆呆地看着 对他们视若无睹的林七叶 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他们齐刷刷地转头 看向负责升起仪式的老师 眼中满是质问 负责升起仪式的老师 冷汗当场就下来了 与此同时 学生们也发现了这一点 错愕地看着林七叶 从他们眼前晃过 焦头接耳的声音 一下子大了许多 什么鬼 他怎么不上台 不知道啊 第一次升起 看着停眼声 有意思 这波直接垮掉 你们看台上领导的表情 哗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林七叶这是搞什么鬼 就在这时 升起仪式负责老师的声音 高高响起 安静 多安静 那个拿起的同学 你走错路了 林七叶恍若未闻 依然没有转头的意思 甚至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他的目光如刀 在眼前所有的学生 脸上划过 他们的眼中有惊讶 有疑惑 有吃笑 有幸灾乐祸 但林七叶的眸子 却始终如同一汪深潭 深邃无比 在林七叶的眼中 他们是一群 即将被送入狼口的羊群 危在旦夕却不自知 在场的两千多位师生中 只有林七叶和李一飞 是醒着的 众人皆醉我独醒 或许便是如此吧 回来 你快回来 你是哪个班的 台上的负责老师怒吼 终于 已经探查完所有学生的林七叶 装作一惊 匆匆掉头往回走 顺着升旗 抬走到旗杆旁边 快速将其绑在旗杆上 那负责老师 紧盯着林七叶 气得浑身 都在发抖 他似乎想质问些什么 但现在又不是正确的场合 林七叶索性 直接忽略了他的存在 此刻的他 已经没有心思管 这个老师的感受 随着音乐的变换 与国歌的齐唱 旗帜冉冉上升 但在旗杆之下 一滴冷汗 却从林七叶的脸颊滑落 他正正地看着周围的领导 又低头看了看下面黑压压的学生 一颗心仿佛坠入了深渊 队长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他喃喃自语 你 你是哪个班的 原来的棋手呢 升旗一试刚刚结束 那个负责老师 就凶神恶煞地跑到林七叶面前 质问起来 林七叶此刻根本没有时间理会他 直接错开身 向远处走去 负责老师瞪大了眼睛 他教书这么多年 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离谱的学生 你给我站住 老师跟你说话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拎到校长室 全校通报处分 他一把扯住林七叶的肩膀 怒吼道 前方 林七叶停下身 缓缓转过头 双眸之中 两朵金色的火焰 刹那燃起 这一瞬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笼罩在负责老师的心头 在这双眼睛得的注视下 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在凝望整个宇宙 在浩瀚无垠的黑暗宇味之中 他就像是一粒沙石般渺小 压迫感 这是跨越了生命层次的压迫感 仅是一瞬间 负责老师的后背就被冷汗打湿 整个人仿佛要虚脱了一半 林七叶眼中的火焰一闪而逝 那双漆黑的毛子中 仿佛从未出现过什么 刚刚的事情 是我不对 你可以向全校通报批评我 甚至可以来事务所投诉 林七叶看着大口喘着粗气的负责老师 平静地说道 但 你得等我忙完我的工作 说完 林七叶转过身 在负责老师惊恐的眼神中 飞奔而去 队长 七叶 汇报你的状况 整个学校的师生我都查了一遍 情况很糟糕 我觉得 想要悄然无声地解决这次的事情 难如登天 详细说说 三个年纪中 高一和高三的感染者相对较少 加起来也不过十个人 高二的情况最为严重 共有三十六名感染者 有一个班 甚至有一半人都是感染者 这还只是学生 在老师和领导中 也有近二十位感染者 所以我可以推测 在整个二中 已经有至少六十位师生 被转变为怪物 耳脉的那边陷入了一片沉默 队长 六十多位感染者 就算每个感染者 都只是斩镜 那在这所高中里 也存在着六十多位斩镜的怪物 如果我们发现了 这只神话生物的本体 这六十多位斩镜感染者 必然会进入狂暴状态 对周围的师生 进行无差别攻击 而且 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一旦有漏网之鱼逃出学校 那将是一场 波及整个苍南式的灾难 林七叶冷静地 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七叶 不是一旦有漏网之鱼逃出学校 耳脉那头传来一阵劈砍的声音 陈木叶缓缓开口 他们 已经在向外渗透了 此刻 距离二中数公里之外 某间出租屋 陈木叶提着刀 从满地残碎的血肉上踩过 在他的身边 是满脸凝重的乌香男 我们调查了刘晓燕和你说的韩若若 以及教导主任的家 发现他们的家人也被感染 我们刚刚才将其诉清 是比我们想象的更严峻 那 我们需要逐一去那些被感染者的家庭 尽快阻断感染者传播 所以 暂时无法去支援你们 但如此棘手的神话生物 其本身战力必然不高 我相信 凭借你们三个人应该能将它肃清 可是这么一来 学校必然会引发骚乱 可能会暴露 我们和神话生物的存在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有一件禁物 名为 梦境而语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缔造梦境 抹去人的部分记忆 还有 我会让冷轩暂待守望者 在二中的周围张开 无界空域 任何人不得进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二中将变成一座 与世隔绝的孤岛 沉默也走到窗边 双眸眸眺望 零七夜三人所在的方向 平静开口 这次我们的敌人很棘手 不用留守 不用隐藏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找到他的本体 杀掉他 同时保护好师生们的安全 不能再出现太多牺牲者 这次你们可以放手一搏 耳麦那边 零七夜沉默片刻 重重点头 我知道了 零七夜切断了耳麦 站在沉默也身边的吴湘南 眉头微皱 说道 第一次出任务 就碰上这么大的时间 对他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香南 这孩子和你我不同 沉默也微微摇头 他有潜力 有心性 有任性 我们需要做的 只是给他一条明确的路 一个宽阔的舞台 他 就会自己踏上云霄 二中 女生宿舍 红英从窗边 鬼鬼祟祟地探出脑袋 往里望了一眼 对着后面挥了挥手 快走 宿管阿姨不在 思小南飞快从外面跑进来 轻轻一跃跨过了门径 闪到了值班室的后面 红英如法炮制 两人躲过了值班室之后 便静止跑上楼梯 三步一跨 剑步如飞 请客间 他们就来到了五楼 此时生气一事刚刚结束 学生们都直接回教室 准备上课 宿舍楼内空荡荡的一片 两侧的房门全部锁上 阴暗促辖 整个楼道 只有最前方的路台 投射下一缕阳光 红英谨慎地贴着墙壁 借着昏暗的光线 打亮着这个楼层 林七叶说 那几个女生的宿舍 是哪个房间来着 红英转头小声问道 北面倒数第二间 思小南回答 红英看向北侧的宿舍 悄然无声地迈步 朝那里走去 思小南紧紧抓着她的衣摆 眼中浮现出些许恐惧 红英姐 你走慢点 知道了知道了 你这丫头 砍怪物一点都不怕 居然还怕黑 红英无奈地回答 两人逐渐逼近宿舍门 红英再度用细针再锁上一条 宿舍门便缓缓打开 正如红英所料 宿舍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二人走进宿舍 快速搜索起来 这学校的宿舍不错呀 阳台还挺大 红英打开门走上阳台 感慨了一句 突然 她似乎是看到了什么 瞳孔骤然搜索 只见在宿舍的晾衣架上 除了挂着一群 粉粉嫩嫩的衣服内衣外 还有四张薄薄的人皮 随风摆动 红英姐 思小南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有些苍白 红英皱着眉 从几张人皮下穿过 走到阳台的边缘 向外看去 这座宿舍楼 是整个学校最边缘的建筑 阳台的对面 除了一片尚未开发的矿地 再无其他建筑 也难怪他们 敢这么大摇大摆地 把人皮挂在上面 可如果有其他人来串门怎么办 想到这 红英的眼神一宁 快步走出宿舍 打开了隔壁宿舍的门 在那一间的阳台上 同样是四张人皮 迎风飘扬 隔壁 隔壁 再隔壁 红英连续搜索了周边的好几间宿舍 其中绝大多数的阳台上 都挂着人皮 有的是一张 有的是两张 有的则是四张 这就意味着 这一个楼层已经有大量的学生 被转化为怪物 红英姐 这下子麻烦了 思小南站在门外 喃喃自语 确实是麻烦了 红英长叹了口气 话锋一转 不过 这也反向说明了 这只怪物感染其他人 必然存在限制 为什么 如果他真是无限感染的话 那我估计 最多只要两个晚上 他就能翘无声息地 将整个楼层的人都感染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暗中活动了多久 但至少可以确定 绝对在两天以上 而这么久的时间 他只能感染这四五个宿舍 说明 说明他能感染的人数有上限 有可能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 他的感染能力 存在冷却时间 比如 一天之内 一个子体 只能感染一个人 思小南的眼睛逐渐亮起 也是 如果他真的具备 无限感染能力 那整个学校早就完蛋了 所以 我们其实能推理出很多东西 红英顺着思路向下说 从企业提供的情报来看 在被感染者中 寄宿生的占比 远远大于走独生 因为走独生 平时不住在学校 在学校的时间 又大部分成群结队地在一起 怪物很难 翘无声息地将其感染 而且 在被感染者中 女生的比例远大于男生 不仅是因为 女生相对更好下手 容易落单 更是因为 红英的眼睛微微眯起 转头看向这条 昏暗狭窄的走廊 那只神话生物的本体 就在这里 思小男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红英姐 你怎么突然这么聪明 嗯 红英眉头一挑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笨吗 嗯啊 一向很笨 不到关键时刻 不会有脑子的那种 红英无奈地仰望天花板 半晌之后 将耳脉从耳朵上拿下 好吧 我承认 刚当那些事 七叶跟我说的 思小男 Lambda 他还挺聪明 思小男撅嘴 说了一句 红英叹了口气 虽然我也不想承认 但他好像确实比我聪明一点 灵七叶的声音 从耳脉中悠悠响起 你确定是一点 闭嘴 哦对了 我要提醒你们 灵七叶的声音严肃了起来 就在刚刚 我看到有一大群女生 往宿舍楼走了 红英眉头一皱 是感染者 距离太远 我感知不到 你们小心 知道了 红英将耳麦带起 给了思小男一个眼神 两人迅速向楼道的方向跑去 就在这时 几位女生有说有笑地 从楼道走了上来 红英眼神微宁 拉着思小男停下了脚步 看向他们的眼神 充满了警惕 那几位女生 见楼道里 站着两个陌生女生 有些诧异地打量了 他们一番 然后窃窃私语起来 他们是谁啊 不认识 可能是别的班的 这一层 不就只有我们这几个班吗 平时也没见过她 可能是来找人的 也是 我问问 一个长发女生走上前 礼貌地开口 你好 请问你们是来找人的吗 红英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对啊 我来找六班的王楠同学 但是忘了 她在哪个宿舍 王楠 长发女生歪了歪头 六班没这个人啊 你是不是记错了 这里不是高三的宿舍吗 不是 这里是高二的 高三在一楼 原来是这样 红英有些抱歉地挠了挠头 拉着思小南的手 爽朗地回答 对不起啊 打扰了 没事 长发女生礼貌地微笑 红英和思小南 绕过长发女生 静止向着楼道的方向走去 那些聚在一起的女生 见他们走来 也很礼貌地 给他们留出了一条道路 那个女生长得真好看 落过他们身边的时候 红英听到周围女生小声说道 眼中满是羡慕 对啊 五官又精致 皮肤又好 好羡慕 后面那个矮矮的女生也好看 长得多可爱 可爱到 想让人一口吃掉呢 在红英和思小南 与众女生擦肩而过的瞬间 那些女生的眼中 同时爆发出饥渴的光芒 整个头部 直接如同花苞般展开 露出鲜红的血肉 以及密集猙獰的牙齿 宿舍楼的楼道本身就窄 又被这几名女生 占据了大半的地方 留给红英和思小南的空间太小了 小到他们连闪躲都做不到 但就在此时 红英的嘴角勾起一个淡淡的弧度 一缕鸿芒以她为中心 轰然爆开 哄 玫瑰色的火焰 以她和思小南为中心 朝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产生的恐怖斥力 直接将楼道里的怪物先飞出去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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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翻滚 炽热的高温 让走廊两侧的应急灯直接爆开 整个走廊与楼道 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只剩下朵朵火焰独自燃烧 然后 一个背着长霞的少女 缓缓踏上楼梯 火焰硬照着她的脸庞 她伸手在背后的长霞上轻轻一敲 一阵轻盈从霞内传来 一杆长枪便从霞的侧面弹出 稳稳地落在她的手上 红莺轻挥长枪 捂出一朵枪花 不紧不慢地穿过玫瑰色的火焰 傲然看着前方惊恐的几只怪物 哼 我就知道 你们不是什么好人 红莺将长枪扛在肩上 伸手弹了弹耳麦 我看以后 谁再敢说我笨 思小南拍着胸脯 走到红莺的身后 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 他们长得好吓人 确实有点 红莺点了点头 不过 实力看起来不怎么样 说着 她双脚猛踏地面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飞射而出 长枪的枪间燃起一朵霉色的火焰 在空气中拖出一条艳痕 嘶嘶嘶 楼道中的那几只怪物 见红莺冲来 血肉怪头再度张开 露出猙獰恐怖的血盆大口 要将其一口吞下 红莺双眼微微眯起 身形没有半点停滞 竟然迎着那张巨口冲了过去 啊 在怪物的巨口 即将吞噬红莺的刹那 一缕火红的枪芒 从枪间爆出 燃起的霉色火焰 将整个黑暗的楼道 点亮了刹那 下一刻 一朵巨大的火球燃起 枪间轻松展开 怪物的身体 摇曳的火焰呼吸之间 就将残破的血肉 吞噬殆尽 红莺站定 随意地将长枪扛在肩上 枪间的火焰还在跳动 她轻笑一声 看着眼前几只目瞪口呆的怪物 挑衅地晃了晃手指 就你们这几只 夹起来都不够我打的 死小男在一旁激动鼓掌 红莺姐好帅 那几只怪物嘶吼一声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红莺 下一刻 越来越多的身影 在两侧的楼道口出现 他们有的穿着校服 有的穿着便衣 有的拿着水盆 有的捧着书本 他们乌黑的长发垂下 一双双眸子 注视着中央的红莺 就这么静静地盯着她 滴答 滴答 不远处的厕所 传来水滴滴落的声音 楼上的天花板 传来轻微的稀疏声 窗外隐约回荡着 学生们的聊天声 整个楼道死寂无声 围在楼道两侧的女生 越来越多 他们整齐滑衣地站在那 像是一支无声的军团 这一幕 让人头皮发麻 死小男默默地凑到了 红莺的背后 从手中的黑霞中 取出直刀 握在手中 十六 十七 十八 红莺细地数着人数 喃喃自语 十八支 这个数量有点麻烦了 不过 也只是一点 若若 上节课你说想喝Eddie guy 刚刚我去小麦店的时候 顺手买了一瓶 给你吧 教室中 刘远手里拿着一瓶Eddie guy奶 递给了前桌的韩若若 脸颊有些发红 韩若若回头 对着刘远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接过了Eddie guy 谢谢你刘远 你对我真好 刘远地看到 韩若若的笑容 顿时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当即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若若 以后你想喝什么 尽管跟我说 我给你买 好啊 韩若若点点头 犹豫了片刻 凑到刘远的耳边 用一种又软又糯的声音说道 刘远 那个 放学之后 你能不能到车库里等我 啊 刘远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 我 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韩若若翘脸通红 娇媚地看了他一眼 一切尽在不言中 刘远激动地点了点头 好 今晚放学 我一定等你 就在这时 韩若若一愣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突然站起身 怎么了 若若 你要去哪 刘远疑惑问道 想起来有东西忘拿了 我要回趟宿舍 韩若若的脸上 再无娇柔之色 冷冷地撇下一句话 迈步就要往门外走去 就在这时 一个少年走到了他的桌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零七夜 刘远见到来人 眉头微微皱起 韩若若眼中的烦躁一闪而逝 不过很快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单纯天真的笑容 零七夜同学 你有什么事吗 零七夜直接无视了刘远的目光 沉阴片刻之后 悠悠开口 其实 我喜欢你很久了 韩若若一愣 刘远显些一口血喷出来 毅然决然地站起身 盯着零七夜说道 零七夜 你不要这样 韩若若有喜欢的人了 你不可以纠缠 呜呜呜 还没等刘远说完 零七夜一把把他按回了座位 顺便反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韩若若反应了片刻 似乎思考出了结果 脸上突然浮现出两抹红韵 嗯 嗯 所以 当我女朋友吧 零七夜自然而然地说出了下一句话 好好好 零七夜的声音不大 但这句话的杀伤力明显很高很高 整个班的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顿时起哄起来 哇 想不到零七夜居然喜欢韩若若这种类型的女孩子 看不出来啊 不过 仔细看看 韩若若长得确实不错 但明显零七夜长得更帅啊 哇 好八道 我好喜欢 可惜啊可惜 你们看刘远的表情太精彩了 我同意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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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哄闹声中 韩若若低着头 像是在观察着自己的脚尖 脸已经哄到了耳根 片刻之后 她用蚊子般细小的声音回答 那 那好吧 一旁 刘远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脑海中如同落下一道晴天霹雳 她的世界 她了 林七夜面无表情地点头 既然这样 今晚车库见 好 林七夜松开了捂住刘远嘴巴的手 后者就如同雕塑般坐在那 呆呆地看着脸红的寒若若 一动不动 林七夜瞥了她一眼 默默走开 一旁的李一飞 见证了全过程 走到了林七夜的面前 小声说道 七夜 你干嘛要救她 她之前可是推过你 我确实不想救她 要是还是之前的我 肯定不会多管闲事 林七夜拍了拍她的肩膀 可谁让我现在在工作呢 我不想救她 可从守夜人的角度来说 救人又是必须的 所以 我救了她 但又没有完全救 李一飞一愣 这是什么意思 林七夜转过头 看了呆滞的刘远一眼 大有深意地开口 你觉得 以她的性格 她会放弃追求寒若若吗 李一飞瞪大了眼睛 你的意思是 她还不会死心 出于守夜人的职责 我救了她一次 林七夜平静地开口 但如果她还 非要去送人头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到那时 我甚至还会在一边 拍手叫好 谢谢大家